今天呢咱们来说一下郑州张书海抢劫杀人团伙覆灭记 从1996年到2000年这五年里 张书海团伙先后制造了抢劫个体户主 郑州电信局建设银行郑州分行 广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等等 极其惊天大案 这是一个家族式的高智商犯罪团伙 前前后后一共抢了252万杀死一人 首犯张书海啊 这是一个心理素质和心理调节能力非常强的人 根据心理专家的测试 像他这样的心理素质啊 500万人当中也就出一个500万分之一 就出这么个玩意儿 这伙人老谋深算 行踪诡秘 这个团伙的四个重要成员当中 有三个是大学生 一个呢毕业于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的侦察系 两个毕业于郑州信息工程学院 这大学生的心理素质都比较稳定 也有一定的知识 尤其是这学侦察的 反侦察能力就特别强 你用他都知道的方法去抓他 必然会非常的困难 为了能够隐藏得更深更久 不被揪住一巴 这伙人呢 藏而不露 浮而不出 别看他们抢着钱了 但是消费方面呢 格外小心 生怕人家觉着他们家 一夜成了爆发户了 张淑海有一回回老家 夜县农村 还故意穿了一件破衣服 买那种特别普通的烟抽 给人留一个穷打工仔的印象 对于129系列抢劫大案 有很多为国内著名的 刑法刑侦和心理学方面的专家 评判分析出了他们的十大特征 第一 这是一个典型的家族式作案团伙 第二 是一个紧密型的犯罪组织 第三 是一个战斗型高效型的作案团伙 每次作案的时间呢 也就是十几二十分钟 第四 是一个预谋性规律性极强的作案组织 他们往往选择春秋冬这三级作案 而且成功率百分之百 第五 这是一个带有封建 迷信色彩的犯罪组织 每次作案之前呢 都得烧香拜佛 祈求神明的保佑 第六 首犯张书海 是一个心理素质和心理调节能力很强的人 这咱前边说过了 五百万分之一啊 五百万人里 才能出这么一个心理素质过硬的人 第七 这是一个高学历 高智商的作案团伙 成员当中有三名大学生 还有一名中专生 第八 这是一个熟练掌握刀枪炸弹 激光装置等等 多种器械性能的作案团伙 要不说他们高智商呢 第九 他们作案的行为 具有极大的社会破坏性 和危害性 比如129案件 久针不破的时候 有一位市民呢 劝他在银行工作的女儿 长期休假 他说呀 宁可女儿在家长期休息 丢了这份工作 也不敢让他去银行上班了 太吓人了 第十 在侦破和审查起诉 审理判决各个阶段的规模 都是前所未有的 河南警方组成了1400人的专案队伍 展开地毯式 渐进式的侦查行动 这战果呀 也是辉煌的 警方无一伤亡 这个案件的侦破 汇集了来自全国各方面的 刑侦专家 痕迹专家 心理专家 方言专家 和爆破专家 案件审理的时候 公诉方是郑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带头 法院的审判长是郑州法院的副院长 您就可见这个案件的级别之高 咱们说了半天呢 张书海这么聪明 这么会反侦查 他是怎么被发现 被抓住的呢 智者千缕 必有一诗 百密一书啊 有这么几个事 现场的爆炸装置上 留下了一枚指纹 现场遗留的 灵贵牌锁盒啊 跟他家里的锁一样 另外 他不应该把猎枪和钱放在家里 最后呢 离抢劫成功已经过去半年了 这些钱他就不应该留下 应该学习路线中 张书海交代说 在他的带动之下 他们全家都不同程度的参与了 由他策划的犯罪活动 1996年11月27号的晚上 七点左右 张书海 张小马 带着松鼠牌猎枪 还有胶带纸 尼龙绳这些工具 闯入郑州市中原区万福花园 拿枪顶着被害人李全国 用绳子胶带 把他绑了一个结结实实 然后开始抢劫 这回啊 抢到了一万五现金 李光相机一部 手表两块 两个黑提包 还有同佛像等等物品 张玉平 在明知张书海 张小马 张志云这些人 为实施抢劫 而准备工具的情况下 仍然为他们提供帮助 分赃的时候 他也得了一千块钱 而且呢 还保管照相机这些赃物 1997年的夏天 张书海花五千块钱 买到一把五连发猎枪 1997年11月19号下午五点 张书海 张洪超 张世静 张小马 张玉平 这五张 经过预谋之后 到郑州市淮海路24号 电信局八分局附近 张小马穿着警服 拿着一把仿真枪 守着大门 张书海呢 拿着猎枪 威逼营业人员 张洪超 张世静翻入柜台之内 抢走人民币 三万七千六百 还说少了 抢走人民币 三十七万六千六百八十三块 97年 这也是个数了 1999年3月3号的上午七点 还是这五张里边 没有张小马 剩下那四张 到郑州市焦能路39号 建设银行储蓄所附近 张玉平呢 把带来的铁锤交给张世静 并且按照分工 在外边准备接应 张书海 张洪超 张世静 携带事先准备的 那盾牌五连发猎枪 还有一把松鼠牌 单管猎枪 大铁锤 自制的爆炸装置 闯进储蓄所 张书海和张洪超 负责拿枪啊 顶住保安和营业员 张世静 抡起大锤就砸着柜台的防弹玻璃 从柜台里抢出来一个银行专用的款包 里边装着人民币 五万五千多块钱 还有空白的支票 各种硬件 这些物品 张书海带着银行专用的款包回家之后 他的妻子王明宇明明知道这是犯罪得来的 仍然帮助他把这个包给销毁掉了 2000年12月9号下午4点30分 张书海 张洪超 张世静 乔洪军和张玉平 来到郑州市银基商贸城附近 除张玉平之外的四个人 蒙面进入广发银行银基之行营业厅 张书海首先在这营业厅的柜台防爆玻璃上 引爆了自制的爆炸装置 把这防弹玻璃炸开一个窟窿 之前大锤抡太费劲了 这回直接炸 炸出窟窿来之后 再抡大锤 把剩下的玻璃砸掉 张世静和乔洪军翻入柜台之内 洗劫营业款 这回多208万元 同时张书海和张洪超两个人 拿着枪在这大厅里来回的巡视 谁也不许动 蹲下 要不就趴下 谁敢抬头 抬枪 都看过警匪片吧 就那意思 同时为了防止保卫人员进入大厅 张书海在这大厅的门前 还引爆了一个爆炸装置 并且拿这五连发往外边设计 这导致了保安人员长玉洁 重担失血性休克死亡 之后张世静和乔洪军带着钱 从银基商贸城的东侧逃离 张书海和张洪超呢 还是持枪掩护 在逃离的过程当中 他们又开枪 威吓群众啊 让路啊 四个人跑到约定的胡同口 在这接应的张玉萍 跟他们会合上了 这五个人呢 把装赃款的编织袋 又装进了大黑塑料袋里边 由张世静和张玉萍骑着四行车 带着这些赃款和三个人 分头逃离现场 2001年4月到5月 王宇在明知张书海 抢劫银行得到赃款的情况下 把无比一共28万元 存入到银行里 2001年6月13号 王宇资助张书海 2000块钱帮助他逃窜 并且按照张书海的安排 伙同张玉萍 把他存放在家里的 258发56式步枪子弹 还有那把盾牌五连发猎枪 和20万元桑款 装入包里予以转移 在转移的途中 被公安机关查获 2001年春节 张大国在明知儿子张世静 送到家里的28万元人民币 还有6万元存折 都是赃款的情况之下 仍然帮助他窝藏 6月13号 张大国知道儿子案发了 把上述赃款装进编织袋里 让12岁的女儿啊 从家里转移出去 李静才得知张丽香 放在家里的这个编织袋里面 装的是赃款之后 仍然窝藏之后转移 大家听着应该有点晕 咱们就是给大家先介绍一下 这个案件的主要涉案人员 还有这个系列案件的概况 这集开始 咱们展开了说了 先说首范张书海 他本来呢 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怎么就带着家人和同伙 制造了这一系列的惊天大案呢 为了弄清楚张书海的本来面目 记者来到了张书海的家乡 叶县夏里乡猴庄村 这个地方啊 非常的偏僻 只有几百个人 距离最近的公路 也有十公里左右 从村庄里往外走啊 只有一条蜿蜒曲折的石子路 经过村民的指引 这位记者找到了张书海 在村东头的老宅子 进院子 正赶上夏里乡派出所的几名干警 在查封他们家的房产 张家是典型的狱中农家小院结构 河南呢 简称是狱嘛 他们家这个小院 就是河南中部 那种典型的农村房子 北塘屋呢 瓦房三间 东配屋平房两间 院子正中 有一个手动的压水井 张书海一家呢 已经迁居郑州很多年了 他父母又相继去世 这个院子 已经是长期的闲置 就是个空宅 公安人员呢 从他家搜出来 好几枚弹壳敌火 和一枚被拆开的手榴弹 他研究爆炸装置 可能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那貌似老师的张书海 在村子里 他是个啥样的人呢 张书海家西边的邻居 三十多岁的农妇 关荣之说 关荣之 跟老荣之差不多 老荣之已经抓着了 让关荣之 老师本分的一位农村妇女 她呢 是1990年驾到侯庄村 跟张书海一家当邻居的 以前的事 她不太清楚 但是这十来年呢 张书海面向挺老实 他母亲去世之前 一直是半身不随 还有一位邻居说呀 张书海呀 这人挺内向 这几年也没看出 他有啥变化 这猛一听说 他和全家人抢银行 还打死了人 这全村人都吃惊啊 有的都不相信呢 侯庄村的主任张泰山说呀 张书海从小当过兵 回来之后啊 当过民兵的营长 营长也不小了 但是后来他不愿意干 就去做生意了 据他的了解 张书海做生意 那是一直都在赔钱 但不知道为什么 自1997年左右 带着父母 全家迁到了郑州 很少回村里了 村里的老知书 刘长富说 他是看着张书海长大的 后来呢 他们还一起当过村干部 张书海从小就不爱说话 文化程度也不高 初中没毕业就不上了 16岁的时候 通过虚报年龄当了兵 三年之后回到村里 开始当民兵营长 后来呢 也干过村干部 他的妻子王宇当过民办教师 后来也跟着他走了 从八十年代末开始 张书海就对做生意产生了兴趣 但是一直没挣着钱 他先是到南方去贩卖摄乡 结果血本无贵 又买了个照相机 倒腾着想办照相馆 也没弄起来 后来呢 在夜县县城里卖粉皮 没弄成 就摆摊卖鞋 可这夫妻俩呀 不是做生意的料 人家去问价钱呢 不理的 也不会跟人还个价 十个顾客 扭头就走九个 没多长时间 这鞋呀 也卖不下去了 张书海又跑到郑州 也没什么本钱 他妹妹出了个主意 好像是啊 在哪个市场你弄个柜台 结果又赔了 他有两个儿子 学习成绩都不好 大儿子张宏超呢 是托关系才上的初衷 一届学生两百多人 张宏超老是倒数第一 非常的稳定 又托了关系 上了旧县乡的高中 张书海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 把他送到郑州一个学校 上了几年 毕业之后也没分配 就跟着他爹在郑州 也不知道干啥 你说这儿子不怎么样吧 二儿子还不如这个呢 高中都没上完 就跑郑州去了 张书海性格内向 平时不怎么说话 不抽烟 喝酒呢也不喝多少 唯一的爱好 就是拎把气枪 出去打个鸟 他的枪法挺准 自从到郑州之后 回村里的机会啊 就少了 开始呢 只是收庄家 或者逢节气回来 到家也是不险山 不漏水 不走亲戚 不串门 逢人也不多说话 从1999年开始 张书海一家承包的土地 也不中了 转包给了别人 那他就更少回来了 这样他家和大多数村民 都失去了联系 谁也不知道 他在郑州干什么 他也不跟大家说 他住在哪 村里也从来没有人 到郑州 去他家串过门 现在回想起来 他回老家的时候 让大家羡慕的 就是他们父子的这个腰里 都多了一个手机 2001年6月12号晚上9点 张书海给于慧明等民警 打开门的瞬间 于慧明的心呢 就噗动了一下 像 真像啊 将近一米八的身高 微胖的体型 张书海的体貌特征 怎么就那么像银行结案的 一号嫌犯呢 这又说回到2001年 抓捕他的时候了 本文的作者呢 喜欢用各种插序倒序 有点意识流的感觉 您往下听吧 不是特别乱 就说这警察呀 发现张书海 像抢银行的嫌疑人 他们还发现 这个屋子里的陈设布置 没有任何那种 家一个温馨港湾的感觉 于慧明认为 这儿根本就不像个家 像是临时凑合着的 另外 三个房门上的 零柜牌举目囚刑门锁 怎么就那么眼熟呢 怎么就跟交通银行 抢劫案现场遗留的 那个零柜牌门锁盒一样呢 这是一套的吗 2001年6月13号凌晨两点半 纪真民警吴国涛 发现现场的指纹 竟然和张书海的一模一样 他激动的都哆嗦了 自己都不相信 可能吗 不会弄错了吧 一向自信的警校高材生啊 这时候连电脑跟自己的专业 都不相信了 通过其他人一起对比 大家认定 就是他 2001年6月13号上午9点 张书海在平顶山市 圆丁路煤炭连销公司家属院的门口 被警方擒获 当天的中午12点 平顶山突审张书海 这原文里是这么写的啊 非常有气势 哈哈哈哈 三声大笑传来 张书海魂飞魄散 郑州市公安局局长李明庆进得门来 他要亲自撬开张书海的钢压 他一挥手 让人给张书海松绑 打开手铐 自己呢 还亲手给他倒了杯水 拿了一块磨 他微微的 把身子探向张书海 手拍着他的肩膀说 我想死你了 我想你啊 想了三年呢 哎 有点意思吧 这不像计时了啊 经过一个多月的审讯 以张书海为首的犯罪团伙成员 都对自己的罪行 共认不讳 这些犯罪嫌疑人呢 都是河南省夜县的农民 张书海 张洪超 张世净 乔洪军 张玉平 张小马 王宇 王志坤 张志云 张大国 等等吧 还有李进财 李进财呢 不是农民 是一位退休教师 他涉嫌的是窝藏赃物罪 一事留了啊 又回来介绍张书海了 他这个人呢 当过两届村主任 哎 一共干了十二年 在任职期间 他为乡林也做出了一些好事 大家都拿他当个能人 咱们前边呢 大概也说了 他是55年出生 70年 初中毕业之后 71年入伍 76年转业之后呢 当过侯庄村的民兵营长 教导员 81年就当上了侯庄村的村委会主任 到1990年 张书海一直想过人上人的生活 他就认为自己啊 天生的高人一等 比你们谁都聪明 比你们谁都有本事 1991年 随着全国又一轮的经济热潮 张书海也随着那只大手一挥 决定下海 下气容易啊 在上来的时候 还能不能穿着裤衩呢 一番折腾之后 赔了一个底调 张书海一看呢 得了 还是吃黄粮吧 又回村里 当了几年的主任 到了1995年 他又耐不住了 第二次辞去了村委会主任的职务 来到郑州小商品批发市场啊 买麻将牌 您想想 小商品批发市场 卖麻将牌 挣的都比当村委会主任多 清官呐 清官呐 货男人批发市场啊 货男人批发市场啊 感谢观看